基本上我認為說和這個非核家園這個concept 基本上是所有先進國家遙不可及的夢想 因為在一個先進國家裡面 如果他要發展 他每年會逐步增加五趴以上的用電量 而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知道的核能這個選項是英國 美國 日本 韓國 法國 甚至德國 他們都能夠能夠去承認的這個電力選 電力選項 而我們當當我們一天到晚 標榜自己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 或先進正體的時候 我們的能源政策跟世界潮流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都希望能夠減碳 都希望能夠這個排放 那個碳排放量減低的時候 我們的政策 卻跟世界的潮流而背道而馳 這實在是挺荒唐的事情 下個月美國的喬治亞洲 的Volctel核電廠正式能夠 正式可以商轉 花了一兆 而且不過他不過他可以提供多少 他可以提供十一億度 也就是一千一百百萬 Watts的滿工率輸出 那可以提供給多少 可以提供給至少五十萬家的 五十萬戶的家庭 跟他們整個 Georgia State 整個喬治亞州的企業供電 企業供電的供電量 大於 遠大於家戶 所以而且甚至可以供電到別州去 他裡面一個 他裡面自己在做宣傳的 有一句話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諷刺 他說 Cheat strong reliable carbon free clean energy support for decades 這句話翻譯成中文 就是廉價有效可信賴的 而且無碳的乾淨能源補給 攻擊達數十年之久 這聽起來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 其實我現在也想請問說 大家都記得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 但忘了林義雄 請問他現在在哪裡 林義雄 那請問請教他 如果今年下半年大停電 請問誰該負責 而如果把核電廠當作成緊急使用 這句話 我覺得這就是一次用政治來迎 來凌駕科學這個 這個圓黃的行為 不管誰要負責 林義雄不會要負責的 來 賴金 這個就民進黨跟國民黨來講 他就是有三大塊的這個政策 兩邊是不一樣的 一個就是兩岸 一個就是核能 一個就是死刑 所以其他的像比如說少子化 什麼這些問題 大家的看法沒有差異 只是說做法上面有差別 那侯友宜已經在死刑的部分 他已經表態了 他反對廢死 然後在核能的這個問題上面 我認為侯友宜就是 他現在方向雖然說是出來了 他說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核電 他這樣講也沒有錯啦 因為他以前講的就是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對不對 但是他要等到七月才提出來 我覺得是有點慢 而且是侯友宜我知道 他已經請教過這方面的 這個專家了 他其實是已經有這個想法的 我覺得他就是他個性比較謹慎 他可能就是要再更完整的 來把他一系列的這個政策提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間 就話題性的這個東西 其實是不等待人的啦 他可以把他的一個大方向戳出來 比如說他現在講核能是我的選項 我從來不反對核電 然後你現在可以針對你立刻的 因為他現在有關於核一的干式儲存廠 他已經沒有再要上訴了嘛 那就有關於這個的問題 那你什麼時候要建置這個干式儲存廠 那你要建置這個干式儲存廠的意思 是不是表示 我就是支持核一核二核三演義 我覺得他這個方向可以提出來 我覺得他等到七月再提是有點慢 然後還要再提的一個就是說 有關於兩岸的政策的這些問題 你現在作為一個 對於政黨對決的形勢的侯友宜來說 你必須要去引導這個話題 然後帶著這個整黨 整個黨往這個方向走 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在核能的問題上面 在死刑的問題上面 他是沒有模糊空間的 不是 以前政治人物都希望 想得比較透徹 提出一個完整的概念 否則人家會攻擊你們也會了 但現在沒有網路時代 很多時候不是等到明天 立刻就要反映了 尤其當你的對手 或是有一個新聞性的東西出來 不能等到明天 立刻就反映 因為以前是可以 因為反正報紙明才出來 我知道今天晚上十二點 你截稿之前 我告訴你就好 讓我想一想 現在沒有這個事情 網路的新聞馬上就出來了 所以速度 在現在的速度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